好 那其實我也是今天臨時 我今天有一個朋友要講 然後就是因為 好像再講一下好了 因為我剛剛其實講有點短 然後其實大家很多人還是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那就是再打工 再打工 沒有啦 我今天講一下資訊其實也不錯 因為像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麼是千月設計節 千月設計節是一個 南臺灣 就是 當然他有很多所謂設計學院 那其實大家除了班校 也可能會辦一個所謂的校外展 就是對外展出 那千月設計是邀請的南部 幾乎是所有的設計上官學院的畢業學生 然後這裡一起辦展 他那邊大概目測會有二三十間學校 四五十個系以上 才叫 像是南部最大的一個設計展 那同時那邊會有 比如說 很多很多系 比如說有做遊戲的人 做動畫的人 拍片的網頁的設計的人 就是你們如果對設計 不管是 你們只要想到所有的設計相關 包括建築空間之類的 所有設計相關都在臉面 所以如果你們也許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那邊看看 因為我看出來很多人其實蠻想要找一些設計相關的 跟你說 我認識設計系的人 我也不搞設計 我也不上設計 我要怎麼去認識一些這些人才 我覺得今天設計也是一個不錯的東西 可以去那邊看他們 因為不只我學校 不要偷自己學校 我覺得很多學校都很棒 對 你可以去那邊看 或是你今天 比如說你今天需要一個 拍片的人 或是一個做網頁 做的這些人 去那邊找 你看到一個人喜歡組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問他們的方式 或是 問他們的想法問題 他們都很願意回答 因為其他 都學生 所以其實 不會有太多的包袱 所以我覺得 恰然起來就是很輕鬆 那 再來推一下我們 自己學校好了 呵呵呵 講完大家知道什麼先生的節目 那我們現在有參展 那我們這次主題叫做 撞聲詞 好 一定會有很多人問說 為什麼叫做撞聲詞 撞聲詞是什麼 撞聲詞其實在中國中 它就是一個 文字的形式 它是同時就是比如說什麼 轟轟轟轟轟啊 吸力化啊 就是各種聲音 那它其實除了是文字之外呢 你會其實 因為你想到文字 就想到聲音 所以它其實都會帶有 文字跟聲音的感覺在裡面 那 可是這些文字其實不是一開始有聲音的 比如說你說轟轟轟轟好 它那個字原本讀文就是這樣嗎 或是它本來就是什麼 雷聲嗎 不是的 那是人類因為 古人詮釋它 或是處理它靈魂之後 而給它的那個定義 所以東西不是它的 是因為有人定義它之後 它才有那個意思 所以小客有撞聲詞 所以我會說撞聲詞其實是 其實撞聲詞就是人類去定義 去創造一個新的產物出來 那 幹嘛講撞聲詞 但是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大家有關係 因為我們只是設計戰 那我會覺得說 我們其實就用撞聲詞 在講我們設計戰 這個核心的概念 因為 我會覺得說設計 比如說你說這個 PPT或是這個海報 它的 它說出來就只是一張紙 它就只是一個 電腦裡面 它什麼都不是 可是因為我們經過了 創作者創造 或付以它靈魂之後 它成了一張有意義的海報 你知道一張紙的價格 如果它只是一張白紙的話 也許它就是 也許十塊二十塊 可是經過創作者 賦予它靈魂 賦予它任何意義之後 當時可以價值上官 或是幾十億之不一定 對不一定 那就是一個創作者 它的厲害的地方在那裡 所以我們會等於說 裝神來講是一類事情 對 那我自己也會 為什麼會說喜歡設計 是我就覺得 這是一個 很有趣的過程 因為我覺得設計 它就是一個 在賦予生命的靈魂 有點像造物主的感覺 這東西就只是一個 無生命的東西 可是我已經 我巧手去 創造一個 新的概念 新的世界 我覺得這是一件 非常厲害的事情 幾乎跟造物主 沒有兩個兩個 但是我自己想法 就是有點 有點夢想 那 講這些之後 其實我今天真的 沒有準備什麼東西 所以我其實還蠻希望大家 可以問我問題 因為 沒有 因為說真的 我覺得我在講 如果一直在打進廣告的話 就會很麻煩 那我問你問題 好 我先去設計這張台灣人 design 還是 你說這張台灣人是誰嗎 他是我的同學 所以你是形象組 我是形象組 對 欸 你知道形象組 我以前也是形象組 欸 唉 那你之前學長吧 對 很多不知道什麼形象組 我講一下 因為我們幫你一個畢業展 一個戲片 然後二三四個小組 那 二三四個小組 那二三四個小組 他們是做自己作品之外 一定要有人來投投這個展 那會有一個稱 一定要做形象組的東西 就是幫大家把所有的展 所有的東西 包括 場地 海報 周邊專刊 還有剛剛看到的影片網站 全部都要跟組合群 籌備起來 那叫做形象組 那我覺得形象組是形象園 那我這樣想讓我會做海報 我這樣想讓我做影片 對 講到影片的話 也可以知道 小小的提一下影片的概念 很多人都看不懂 我還沒跟影片網邊講 沒有跟影片網邊講 我是沒講到影片 因為很多人其實 剛才覺得影片很酷也炫 然後康德我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就是 莫名其妙 設計上是這樣 我可以簡單講一下 它的元素非常亮 你看我們海報很單純 只有圓跟線 這整支影片的東西 元素也非常亮 只有圓跟線 而且顏色還只有三種 就是橘 黑板 超簡單 所以那時候我在做這影片的時候 超痛苦 因為我可以用的素材超級少 然後它給我的概念超出像 所以我看不到海報 看不到海報就少 因為它海報那色的概念 就是非常的抽象 就是很抽象 就是很抽象的東西 它給我就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 所以我在做這影片的時候 也做得非常的抽象 有沒有 這顏色真的很少 那很多人說 那這影片到底想傳達什麼 我想傳達的字 其實就是這一種 我這麼講好了 圓跟線就是設定中最單純的元素 那我要如何用最單純的元素去管制這個東西 因為我會覺得 你這麼講好了 如果你今天只是一個圓的話 你會覺得很空虛 可是我會把動態 把線跟圓有非常非常的動態感 會讓它有一種 你會誤以為這個圓是有生意 它的躍動感是會非常的厲害 我想做的是 我想要塑語 線跟圓點它的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你會讓它覺得 它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圓 而是一個有生意的圓 它的調動感非常強 我想傳達其實就是 在副影響這一塊 所以 這部分就是我整隻影響的概念 所以它的圓能性的瘋狂亂動 調動 對 它的節奏點都是這樣 那如果我想講概念 那海豹其實就是另外一個 我講一點複雜 對 我還是想看大家想聽什麼 哈哈哈哈 沒有其實應該簡單 你喜歡看海豹嗎 哈哈哈哈 沒有 我覺得很厲害 是把臉跟線裡面 加入時間總的觀念 讓它變成是一個 對 它的節奏感就是 我今天要玩就是那一塊 就是節奏感 所以這台都是你 可以自己剪輯的 對 台報從頭到尾 除了音樂 不是 因為音樂是我至少另外一款 幫我們做 除了音樂不是之外 就是整個的設計 在裡面的動態 特效都是我一個人完成 因為我覺得專門做這一塊的 他在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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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厲害 做展場也很努力開 但是大家是有分工 因為說真的 其實我工作就是做影片 如果我灌影片做的話 那這個就是 我對不起其他人 結果我這影片做還蠻久的 然後有明天 在西外長途他有在展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能往上八點 有興趣還是可以來看一下 讓我們常常講 可以親之間來 一組一組介紹 那還有問題嗎 明天最後一天 明天最後一天 如果你錯過青色節的話 應該去看台北新夏生長 五月十二島 五月二島 五月二島 台北四方一港 學校也有展 對 所以我今天等於是喬很怪 沒有啦 那一半多週 一半要問問 就是相關的 我其實有去看你們的展 對嗎 謝謝謝謝 對你們的展很有印象 非常強 非常強 對 但是我看完之後 我就想要問一個問題 是不是 因為要補餐很多展 所以預算都 這是另外一百分之一 你說 其實我們幾乎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錢 全部都雜貸台北新一代 剩下的展幾乎都是拿 台北新一代剩下的用 用剩的錢再用 因為台北四方店家真的超級貴 我先講我們女廠有多少 我們剛才有七十個 一個人腳憋金兩萬 一百四十萬 還不含贊助 全部只要去買赤字 我就知道這個 當然不只那個人展 它是包括了所有 不用賣了三個展 放肆、青春、幸運展、校內展 然後包括周邊輸入場地費 周邊運費什麼的 所以含下去一百四十萬 其實赤字也不是不可能 很燒錢 很燒錢 非常燒錢 所以有情趣是關於一些秘性的話 那日常就是 不適合這邊公開 我真的有錄影 我不敢講 我會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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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幾乎應該跌到這個語氣 沒有沒有 自己設計科技學系 對對對 對 有錄影我不敢講 對 有錄影最好還是可以再交流一下 欸我神快到 欸對 我們有自己設計的主題 不是 男生其他人 沒有 因為我之前有設計展規 等一下來就是有興趣要跟我拿 然後甚至問一下相機 如果你們也要去的話 可以交流一下 對 有興趣可以拿一下影片 對 我剛剛可以帶走後門 沒有甜蜜 對對對 這就比較困難了 對 還是希望大家支持一下聖家 因為他門票其實 到時候都是 對啊 我其實也專做專長服裝的粉絲 只是因為他們還是都有一點 即興產品 還是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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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